好了 别装了 你们是什么身份啊 我早就猜到了 你们是私奔出来的 小夫妻对吧 别害羞 当年我家也逼我嫁人 后来我就和我相公私奔 留在了这里 是以今日一见到你们 就猜到是怎么回事 这才让你们进来的 大婶 我们 是 我们就是夫妻 呃 那什么 我娘去世的早 大夫人老是欺负我 我爹又不管我 还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元外 做第八方姨娘 我受不了了 所以就和她私奔了 然后呢 我就想找我表舅 她就在胡家村 她叫什么呀 胡 胡 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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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村里王老太太家的儿子吗 现在在京中当武座呢 她很孝顺的 逢年过节都会回村 她住哪儿 你们离开我家 沿着外面的石子路一直走 会看到一个院子 那就是了 那我们现在 都这么晚了 老太太肯定休息了 你们明早再去 不过得委屈二位 在我们家炕上将就一晚上 好了 你们先休息吧 我去给你们拿一床被子 一床 是啊 这天还没冷到 要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吧 我 我 我就问问 爹 相公 怎么样 听娘子的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公子果然料事如神 确实有个姓胡的武座 最近消失不见了 听说是回家休养去了 恐怕是徐茂想让他 去阴曹地府休养吧 去找肃王的金义卫 也已经到达了附近 如果 消息准确的话 是否需要加派人手 派我们自己的安慰去 如玉抵挡 格杀勿论 还有 必须把农诺 和胡明给我平安带回来 至于徐茎 是 属下明白 农农诺 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 农诺 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就坐这儿 你先休息吧 你赶路一天也累了吧 这都不算什么 你快休息吧 这是女儿家衣服上的抽丝 前两天才让她们洗一口 可能是府内侍女 不小心弄上去的 你很在意啊 我就随口一问 你很在意吗 我 我就随口一问 我就随口一问 你很在意吗 我就随口一问 有一队人马在靠近 此地不宜久留 一面伤疾无辜 我们走吧 等等 虽然她也不想要这个 但我现在只有这个给她 等我以后做出好的 再补给她 走 走 殿下 这后面人越来越多 这么跑下去也不行 你怎么还提到 无法厉害 你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了 我这种啊 你怎么在这裡 这是什么人的 我是谁的 我自己的 走 我们去那边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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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赶紧走了 不然他们肯定会追回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再回胡家村了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不但要回去 还要直接去胡明家 走 蹲一下 走 所以他们真的不会再追回来吗 那帮人形势很毒 不像是朝中人 所以他们一定得避开提醒司 和金衣卫 所以 胡家反而更安全 多谢老人家让我们进来 你们站在门口不走 不放你们进来 难不成 让你们把别人引进来 给 赶紧把伤口包扎一下 这血流多了 小命会不保的 一看你就不会弄 让开让开 我来我来 哎 这包好了 你们就赶紧走 您既然都让我们进来了 就告诉我们胡五座在哪儿吧 我们真的没有要害他的意思 只是想让他交出殃文 你们说的东西啊 什么殃文 我半点都听不懂 胡明啊 也根本没有回家 我呢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您今日怕我们引来其他人 但即便我们今日不在 您最近应该备受困扰吧 您今日应该也是看到有伤员 所以才放我们进来 真是遗者人心 相信胡五座应该也是耳濡目染 所以才成了这么厉害的五座 小姑娘 漂亮话不管用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您都会行医 怎么会不知道殃文呢 这些天哪 这一茬一茬的人来来往往 又一茬茬地走 问我半点儿又没有 那帮人 其实是先礼后兵 我怕他们会苟急跳墙 伤害了你 是啊 胡五座这样一直躲避 恐怕你们这辈子 也没办法见面了 事不相瞒 我乃当今四皇子 徐晋 好 他就是那个被陷害的人 我们就想请胡五座 出来做个证 我定能护他周全 你是肃王 就是这下 快找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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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又来了 让开 你们 你给我起开 你们要干什么 我说了 胡鸣不在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得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跟我们哥俩回京城一趟吧 你们不能这样 我都没犯事 你们不能这样 老爷家 看来提青丝的人已经下狠手了 你待在这儿不安全 我没事 我只是担心明儿 你们可知道浙谷山下有一座道观 胡鸣就在里头 你们快去找他吧 出了村 直接往东走便是 你们一定要快点找到明儿啊 待我和夏淑会合之后 便让他们来护你周全 不会 于是 你这个人 如果你们去找开 你上面 你摆身 是 这是 在哪里 你哪里 他就在下面 这一座 走 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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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力气吗 走 哇 哇 断一缕青丝白发 岁月向往咫尺天涯 触碰穿越千年的一字一花 寻压中埋葬 学出逢生还能看到这样的美景 即便是死在这儿 我 你不是不怕死吗 那是认识你之前 两边都来人了 你武功高强 你先找个帝王躲起来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我就乖乖束手就擒 横叔他们也不会要我命啊 这把扇子你收下 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 可以用来防身 我不 我知道你不会一个人逃 就像我不会留你一个人在此 可是这把扇子是你的天生武器 所以才叫你收下 今生今世 再不分离 你一个王爷求娶姑娘 就用一把扇子啊 我收下了 你以后别送别人一样的东西啊 此身 只此一把 此心 就此一刻 让我活着 比死了更有用 你若愿意 束手就擒 那自食可以 放心吧 绑去了 是 走 大统领 多谢相救 大统领 我们这次来 不是来救您的 是奉旨来 我知道 是来抓我的 皇命难违 还望大统领体谅 这话应该我对你们说 对于大家 我有太多的愧疚 此番离京 便是来查明真相 大统领有线索了吗 待我回横京之后 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 这 大统领接管我们以来 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诺言 既然大统领说了明日会回横京 那属下便愿意相信大统领 相信大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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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愿相信大统领 时间已经不早了 还请大统领速速离去 明日城门关闭之前 我们会等着你回来 待我回横京一位 再和各位一一道别 对了 派几个人手去胡家村 保护胡乌座的母亲 说下明白 如果在路上碰见了葛先生 告诉他 明日东城门会合 是 就不想帮忙 那是 安心 是 保护鑽 那是 那是 简单 我看热 可怜 我看热 有些人 那是 我看热 我看热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会 那么轻易相信我 师父 道长 两位有何事 胡道长您可还记得我 我们之前在荣誉楼见过面的 我不知道姑娘在说什么 胡五左你是个聪明人 但你母亲受你牵连 昨日差点被提琴丝的人 抓去京城 我母亲她 是你母亲告诉我们 你在这儿的 你母亲她没事 多亏了她出手相助 那份阳文还在你那儿 对吧 不然他们不会三番五次地 找你麻烦 她是 实不相瞒 我乃当今 我姓徐 他 她叫徐静 肃王殿下 只要你肯当堂作证 我定能够保你们母子平安 现在事已至此 提琴丝 应该也不会与我善罢甘休 我相信你们 跟你们回去 我们做个事 我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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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